就要過年了 家家戶戶除舊不新 而彰化縣政府這一天也在縣府的中庭 邀請到了16位書法名家到場來揮豪 而且還採用客製化的概念 讓民眾自己選擇想要的詩句 也讓這免費的春聯是更有意義 另外縣長魏明谷也贈送大家小紅包 讓民眾直呼好貼心 大筆揮豪協下綠能首都彰化大縣旺德福 來為活動拉開序幕 一早就有相當多民眾 來到彰化縣政府中庭排隊 準備索取客製化春聯 因為就不會像一般 就是我們在外面買到 好像走到兩三間都拿到一樣的 然後像這種客製化就可以寫出 就是自己想要的感覺的春聯 專屬自己的春聯 為了感謝鄉親一年來的支持 同時來向民眾拜個早年 彰化縣政府與中庭 邀請16名書法名家到現場揮豪 準備來送給民眾 且利用客製化的概念 讓民眾能自行選擇想要的詩句 再請書法家現場揮豪 同時也由縣長魏明谷來贈送小紅包 讓民眾直呼好貼心 就是八九點的時候 就是有人在 就是縣府側門排隊想說是什麼 然後一起進來看 結果是縣府舉辦 就是名家揮豪 然後發春聯活動啊 縣長就是蠻有心意的 然後活動九點一到的時候 縣長就是一一發小紅包給民眾啊 覺得蠻開心的可以獲得這些福利 花 那透過寫春聯這樣的一個活動 將我們的喜氣帶給所有的縣民 那我們免費送大家春聯 那我們今年啊 這個福袋是用福祝的造型 那葫蘆代表福氣代表幸福 那葫蘆啊多子 代表說大家都能夠 子孫滿堂 所以我們今天啊 順便來這裡跟大家一起來拜年 2月15號只要過年了 家家戶戶都已經著手 準備農曆春節用品 而最為代表的就是 儲舊不新的春聯 縣政府也希望透過 客製化春聯的活動 讓民眾能拿到獨一無二的春聯 來還慶國家節 藉由林軒彰化線採訪報導